VBA 那刚刚是用Index 其实Index 你可以想象成一个Sales 就是一个储存格 它也是从某个范围帮你把 某一个范围里面的储存格的资料 帮你把它复制过来而已 所以呢其实概念跟VBA有点类似 那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因为 我的来源是一整个范围好了 OK那如果说我要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带到这边来的话 首先的话呢我思考就是我带到这边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先给它一个哪一栏哪一列的讯息 它再帮我把资料带过来就好了 其实跟Index有点像 所以呢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怎么写 这边的话当然我这边执行给大家 执行带过来 清除 那首先的话呢当然第一个一样 就是先插入一个模组 OK 然后模组 OK插入模组 这个前面讲 再来的话就是人事分栏跟清除 清除的话就是一个range 所以人事分栏 enter 首先的话呢我们怎么写会比较简单 当然呢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 我要把这边的资料带到这边来 那这边的话呢需要怎么样把这边的资料一个一个带到这边 这边的话呢需要给大家讯息 就哪一栏哪一列的讯息 所以呢我就写一个什么 for i 习惯先i i的话是哪一列 从第二列 这个第几列指的不是这边的列 指的是你要放哪里 ok放哪里 我要放在第二列 ok到第几列呢 应该是到第八还是第九列吧 ok 反正第九好了 ok enter两下 打个next 然后 再来的话中间就是哪一栏到哪一栏 那我们按个tab for j等于第四栏 到 4567 第七栏 enter两下 打个next 那这个动作的话基本上 就是先指定说 你要放在哪一列哪一栏 那我就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把它放过来 一个一个放就对了 那我要怎么一个个放过来呢 这个地方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我这边要放的 要放的资料写在前面嘛 所以sales i列 的这一栏 意思是说 我现在先放第二列的第四栏 那基本上它就是这样了 它跑这两个回圈跑的顺序就是先跑这一个 再跑这一个 再跑这一个 意思类推 跑完横下一个就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意思类推 所以后面加上等号等于什么呢 等于来源 那你就要跟它讲说 我的资料在这边 这边是哪里 所以我们就给它一个 range 但你可以用sales 或用range都可以 sales 里面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你会发现它会从第几列 这个是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所以它是按照顺序 然后它会变怎么样 它变成每一个都是B2 不对啊 我应该是 B2抓完之后 那就变B3 B3之后变B4 B4之后变B5 各位有没有想过 这个好像前面有曾经写过类似的程式 就是那个什么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的fun 那我那个时候 有多增加一个变数 叫做K 那K的话呢 就是说呢 你预设第一次是2 那你可以把这个2的位置改成K 然后呢 你希望它每增加一个之后 把K的数字 累加 加一个之后存回去 K等于什么 K加1 这样子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第一次先抓什么 抓B2的资料到这里 下一个呢 再抓B3的资料到这里 B4B5 B6B 依此类推嘛 所以把它执行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最后当然我们可以 再增加自动填满 自动调篮 我这边自动调篮篮 OK 那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我要的那个范围资料 通通都把它抓过来了 OK 就是把这边的资料 抓到前面这个范围 好 那第一阶段呢 就是跟前面有点类似啦 不过我觉得这个有点延续性 K等于2 这边放个K 好第一阶段 但第二阶段的话呢 前面什么 我们必须把前面东西给删掉 那我用的是MID 那MID的部分的话 其实能不能拿到这边来用呢 其实也可以哦 那怎么做MID 前刮湖 这个是原来的资料 那我们主要是要逗点的话 从哪个字开始 那我们前面是根据什么 根据它上面这个储存格 所以我们是用LEN 那其实VPA里面也一样有LEN 然后呢 根据什么呢 它上面这个储存格的位置 那之前是第一把它锁起来 可是在VPA的话必须改成什么 Sales 因为它储存格是Sales 哪一列呢 这边之后一定是第一列 哪一栏呢 那你不能说我直接输入一个D栏 不行 那这个栏要跟着变 那跟什么 跟着什么变呢 特别说 跟着追 所以哦 你这边 第一次是4 意思说4的话就D栏 再来5就1栏 意思类推 所以这里的话 如果 假如前面的这个列不变 那你就给它一个固定的列 因为它有锁起来 那如果会变动的话 你就给它一个变数 就是追 它会跟着变嘛 那就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第4 然后呢 那下一个就是 那个1 这个就是第4栏的第一列 意思类为第5栏的第一列 OK 然后呢 一样的道理哦 后面刮弧 记得把它加2 为什么加2嘛 冒号的下一个嘛 一个两个 OK 逗点 取几个字呢 99 后刮弧 好 这样的话基本上 我们的程式就写完了 OK 也就是说 我只有把刚刚的这个sales 是K列的B栏 外面包MID 逻辑上用的跟刚刚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Index跟sales很接近 Index跟range很接近 好 那我们写完之后来乱乱看好了 资新 OK 他就自动帮我把资料抓过来 没问题 当然最后啦 如果你希望 那个蓝自动调 因为我们刚刚都手动选起来 快点两下嘛 但如果你不希望每一次都要这样做的话 你可以再记个column column加s 刮弧之后跟他讲说 你哪一篮到DEF区 D到区篮 帮我自动调整篮宽 autofit就可以了 加一个autofit 他就会知道说 不过字打错 我打都打小写 如果移开之后 A没变大写 那字应该拼错 这边应该auto OK 移开字会变大写 对没错 所以这个如果 假如移开 奇怪怎么都害这小写 那可能是应该拼错 好 那做完之后 我们来执行 你会发现 执行完之后呢 他就会自动帮我按照 这个DEF区 自动调整篮宽 那再来的话就清楚 清除我想这个也比较简单一点 sub 然后清除 我们这边当然用那个 enter一下 用那个range来清除最简单 range 这个其实我建议多打 然后慢慢习惯之后 你会发现也没那么复杂 就是D2到G9 OK 所以D2 冒号 G9 后双引号 那你可以点click condem 或等于没有也没关系 这样也可以 OK 这个范围里面呢 通通都帮我筛 空置串 执行 也就没有了 最后的话就人事分栏 清除 人事分栏清除 OK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 大功告成了 OK 我刚刚写的程式 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其实可以参考那个 云端白板里面的 第几页呢 第3页这个地方 OK 就解法一 当然我之前也有别的解法 不过我觉得 好像解法一会比较简单 如果你们想要多参考 那个其他方式的话 也可以参考解法二 解法二的话 变有点像 这个地方就变column跟row OK 只是我觉得 还是没有这个 这个简单 所以也许 请各位参考一下 那个第3页的地方 画面还给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